来了海创漫画1047话完整的全图情报内容 采计漫画是草莫一伙加上陶瓷柱在沙滩上 罗宾的大长腿非常好评 拿到证文 大和对陶瓷柱大喊说 快制造火焰云 你可以做到的陶瓷柱 但陶瓷柱却不争气的说 你的话什么都改变不了 我不能 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 我就是不能 接下来是他的回忆画面 20年前玉天城的大火之中 光与石对他说 陶瓷柱去吧 和景温门他们一起去20年后的未来吧 你们要复兴光与一族 陶瓷柱却说 我做不到 为什么不跟我去呢 母上还有日和 我们都去未来 景温门这是求着说 陶瓷柱大人 现在最痛苦的一个是您的母亲啊 这里是武士的国度 羞辱是用生命换来的 一个女人说出了她的决心 一个男人却仍然还在怀疑 我的主公 这不亚于在公众场合被羞辱啊 陶瓷柱接着说 我可是个孩子 景温门却说 是我直言 随着羞辱大人的逝去 您已不再是个孩子 老实说 我希望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在这场战斗中 冰激死在火焰中 我宁愿为我的主公 回见爱王 请您准许我们去 能像武士一样 光荣死去的地方吧 陶瓷柱被这些话震惊到了 她终于振作起来 从母亲的怀抱中离开 走到景温门几人面前回头 哭着痛苦的说道 母上我要上路了 回到现在 陶瓷柱想起母亲说 母上我辜负了她 接下来她追着轨道说 不 不要靠近花之都 等一下 不 接下来终于来到 陆飞凯多的战斗 凯多笑着 对天空抓力而下的陆飞说 所以你抓住雷了 这么乱来 陆飞大喊 香蕉香蕉雷停 然后将雷直接扔上凯多 凯多走过之后说 还不错 随心所欲的乱来 哼 但是 说话间凯多就一棒 击中陆飞 凯多老师接下来 相当严肃的对陆飞说 能力不是征服世界 所必须的 而就到陆飞要使用下招时 凯多有一棒砸中她的面部 陆飞的整个脸都凹了进去 旁边凯多的话继续说道 就像逻辑这个非恶魔果神的能力者 能够在世界上做伟大的事情一样 只有霸气才是王道 说吧 凯多就对陆飞使用出了 达威德零名八卦 陆飞被打得头上冒小鸟 但他抓住凯多 拉长胳膊又躲回到了云里 凯多用棒子砸向陆飞的胳膊说 放开 你只是暴露了你的位置而已 对天空云层发出龙卷快风 并说道 你害怕斩棘的弱点还在吗 好多这一遍 还是一片祥和的景象 看着飞上天空的空船 都城的人们欢庆地说道 让我们扬帆起航 对过去的人 释放天空飞船 稳定航向 所以截日已经到了尾声 明天我们将重新变为奴隶 稳定航向 稳定航向 我想活 再活一年 和飞车在一起的小男子 在其中也说道 哈哈稳定航向 去到我父亲那里 另一边凯多对云中的鲁飞喊道 把手松开 快下来吧草帽 说完一击热气 又命中鲁飞 来到骷髅群里那些验回现场 大家都从火中信从了下来 武士们对暴露狼说 老大你没事吧 鬼刀好像要掉下去了 暴露狼说 哈哈哈哈 看来我们要指望凯多了 你们更希望谁赢呢 草帽成功打败凯多 会导致我们摔死 但如果我们活着 这也就意味着胜利是凯多的 武士们笑着说 我还以为您会提出 更具挑战性的提议呢 我的孩子在白武 我的妻子在灵后 如果我们赢了 他们将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很感激 这片土地将会成为伟大的国家 接下来武士们欢呼着 对上方喊去 曹帽先生全力击败凯多啊 凯多的手下们吃惊的说 武士们疯了吗 你们知道 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会死吧 暴露狼笑着说 那样也不错 城内地下 乌苏普和哈梅雷特 都在危机时刻 被大水从火中救下 但在保物店二层这边 却发生了不一样的情况 但大蛇身上的钉子却被拔了下来 大蛇说 它脱落了 海洛士钉子因为某种奇怪的隆隆声 而掉了下来 接下来身上还着着火的大蛇 开始变身成霸气大蛇 一边对着河说 你这个混蛋 我一定会把你带下去的 我希望你看到这一切 玉田 我会带上你的女儿的 来到陶日柱这一边 他突然听到陆飞在喊他 陶日柱抬头往去 他和大河接下来都惊呆了 陆飞蹲着长老霸气 和霸王色的特大拳头 从空中落下 陆飞接着说道 我要结束这一切 而且鬼岛需要让开 大河说 他会打穿鬼岛的 陶日柱慌慢地说 快停下来啊陆飞 而陆飞却笑着说 桃子我相信你 什么 陶日柱不可思议地说道 他和龙凯多这时 同步都看向 空中陆飞和鬼岛一样 巨大的拳头 本话结束 下周收看